來吧 繼續走 以前我每個週末去海邊 重浪或者去山爬個山 或者跟朋友跑步 或者做很多的運動 熱愛運動的葉先生 因為2018年的一次藥物過敏 人生從此改變 這個發現以後都沒有力氣 好像是我的充電盒 有人把我的充電盒拿了 罹患攝護腺炎 葉先生當時一連吃了 12天的醫師處方抗生素 福奎諾同類 簡稱FQ系抗生素 想不到藥害併發症 比藥核標示的副作用更嚴重 你從一個樂觀的個性 變成一個很悲觀的個性 要自殺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要自殺 可是吃這個以後 幾個月以後 我開始有這些的想法 我很完蛋了 然後我們發現他有了 以後我覺得OK 我也要保持 悲從中來 要不是家人愛的力量 葉先生說 也許無法擊敗 要害帶來的身心巨變 有一天他就是 我就睡覺睡一睡 就聽到 旁邊有個錯氣的聲音 然後我就轉頭一看 他就在哭這樣子 然後我就知道他真的是 就是很無助吧 FQ系抗生素 排名健保申報抗生素金額的第三名 每年有超過80萬名台灣人 服用或注射這類抗生素 這FQ系的部分 烏龍奎鈴類的藥物 其實也佔一個相當的一個比例 考慮是不是換其他類結構的 比較不會造成 對這個病人過敏的一個藥物 來做使用 藥害可能無聲無息 找上一個沒有過敏病史的健康人 回顧起來那個微熱的狀態 事實上就已經是他的不良反應 已經在產生了 但是可能幫我看診的醫師 或是我自己 也沒有非常的緊絕 職業20多年 黃醫師曾經幫助病人 開了許多抗生素治療 但怎麼也沒想過 身為醫師的自己 竟然成為藥物受害者 當他服用兩週的FQ系抗生素 藥害副作用 排山倒海而來 像有時候會失憶 有時候記憶力 一些東西記不太起來 然後一些眼睛看東西 也會去殘癮 然後有多一個耳鳴的狀況 不能夠跑 只能走這樣 不太能夠做一些很負重 或是比較需要 激耐力的事情這樣子 人生彷彿大停電 黃醫師讀了一輩子的西醫 突然得了西醫恐懼症 不敢吃西藥 不願去醫院 直到他找到了藥害的原因 後來意外發現說 有一個Facebook的一個群組 裡面就是大概一萬多人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這個藥 產生的副作用 那我就把我的症狀 把它扣上去裡面 問這些病友們 一match起來 就非常非常的符合 FQ系抗生素的副作用 包括中樞神經的損害 產生憂鬱 患覺和精神病症狀 心 肝 皮膚 腸胃道 和聽力受損 多次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要求加注黑盒子警示 抗生素都比歐美濫用更多 因為現在很多都變成所謂的 防禦性醫療 國人常見的流行性感冒 都是病毒造成的 並非細菌 而FQ系和其他的抗生素 都只能抑制細菌 對病毒毫無效果 但大多人對於兩者分不清楚 有一些病人就會跟醫生說 醫生你給我開一點抗生素好了 然後醫生有時候 其實秉持他的專業 其實他不應該開的 2000年起 健保署規範國內醫師 面對病毒感染 單純感冒的病患 不得開力抗生素治療 但仍然無法遏止台灣醫病之間 對抗生素的過度依賴 嚴重藥或不良反應 這樣子的病 它不會消失 而且有可能會 因為新藥的開發 它會越來越多 目前已知的藥害 將由民眾為知的生命去試驗 有病治病 無病強生的傳統觀念 已經不合現今的藥害時代